海贼王 双王将士 重逢预言 不是陆飞 那美或许才是真正的天王 在海贼王的故事剧情之中 其实很早以前就出现了那美是天王的猜想 关于这个猜想 其实最为明显的就是海王类的这次对话 双王将士 我们都知道海王类口中的这个王 其中之一指的就是白星公主 那另外一位王是谁 有很多人都猜测会是陆飞 感觉陆飞就是这样的命运之子 但是小黑认为这个王所指极为天王 而这个人指的其实是那美 证据一 那美和白星的熟悉感 对于白星 海王波在东而言 所言的熟悉就异常奇怪 这里应该绝对是一个伏笔 在愚人岛片 那美和白星公主第一次见面 白星就表现得和那美十分亲切 白星直接称呼爱称那美亲 白星也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虽然和那美是初次见面 但是他觉得他和那美就像从小认识的朋友一样 那美给出的解释 大家都看得出来是很敷衍的一句话 相信绝对不会如此简单 而海王类也说两位王相遇的一定会十分顺利 所以这种所谓的亲密感 就是与生俱来的 刻在骨子里 基因里面的亲近 也侧面印证 两人之间绝对有某种关联 证据二 那美的身世 那美的登场 我们所能了解到了就是她的身世不明 只知道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日子 那美的养母贝尔梅尔抱住被暴风雨吹打的身体很虚弱的那美而登场 有人猜测这样的狂风暴雨 那美正因那美而生 虽不知道这个是否准确 但是可以知道的就是狂风暴雨 所有人都在哭泣 但耳时的那美却在笑 对于这个印象 对于这个印象尤为深刻 所以将来若是给那美安排绅士的话 这些都会成为合理的釜底的 证据三 操纵天气的女人 在漫画191集中 北田直接以操纵天气的女人为题 是否在暗示我们那美的身份 都说草帽团就没有普通人 也正是逐步认证了这种观点 关于这一点 金狮子最有发言权 整个金狮子团队具备大规模的天气预测团 然而且金狮子的团队预测并非百分百 而且预测的速度甚至都没有那美依靠身体感知的药块 这也是为什么金狮子最初要抓那妹的原因 回归到最开始的阶段 为啥说路飞不是这个王就像江夜一样 男主一直背负著名王之子的名号 结果发现真正的其实是他身边的是女桑桑 而海贼王中英严米霍克在顶上战争中也曾说过 路飞拥有最可怕的力量 强大的个人魅力能够将人一个个的吸引过来 这才是路飞的力量 所以个人认为 路飞最终甚至可能拥有三大兵器 弗兰奇的冥王 纳美的天王 白星的海王 最后都会成为草帽团的战力 来完成之前罗杰未能完成的使命 其实 罗杰他们所言得太早了 时候不对 仔细回看曾经的剧情 不就是因为没有古代兵器吗 为何没有 不正是因为没有当生吗 所以必须等到后人来完成 对此 你怎么看 我是黑小生 一个兴趣使然的动漫爱好者 喜欢的话就请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见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下期见